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平百姓 那今天來跟各位來 做精辟分析的是關於這一次 2020年風頭人氣王的 每一張卡牌 很多人抽到複製人 他就幹他媽怎麼抽到複製人 有沒有思考過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玩的遊戲機器遊王 他希望拿到複製人 那當然他複製有他的效益 但是有些卡牌複製根本就垃圾 所以來跟各位來分析一下 每一張卡牌到底複製好 還是不好 如果我有講不好的地方 就多多包容一下 真的就是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我不會去說謊 好 首先第一張 通常你要說複製人 主動技能都不用看了 你只要看他 不 隊長技能都不用看 你只要看他主動技能就好 以青龜來講複製的話 你思考一個動 關關鍵 青龜可以點選一顆符石 轉為龍族強化符石 並將敵人全體轉為該屬 持續五回合 再自身五倍界王拳 這個是什麼 這什麼關鍵 就是全隊 只要你是克屬的話 你就會有全隊 1.5倍的增傷 而且龍族 強化符石 當然你轉的那個符石 剛好會相反的 你懂我意思嗎 相反的 例如我把他轉水 但是 水的是龍族強化符石沒有錯 可是水沒有增傷 但是 你的 呃 青龜 你自己看 他變身之後 水木暗有間距 所以你轉水之後 他還是會有 那個龍族強化符石的增傷 所以增傷幅度非常高 所以青龜複製的話 我覺得效益很好 你懂嗎 龍族強化符石增傷2.5倍 轉換屬性再克1.5倍 最後自身攻擊力 再一個5倍 界王拳 這個浩下去光 這一次開下去 你就打他爽爽爽爽 你等於頭尾雙隊長 加上這隻青龜 或者 我幹一直開 一直開擊一直爽 一直爆炸一直爽 所以複製青龜我覺得是OK的 沒有問題 懂嗎 但是他是一個暴力的存在 所以他會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 就是暴力 但是他不是解盾 但是他還是可以解某些盾 例如說什麼 鎖定什麼豬的時候 所以青龜我覺得複製是OK的 青史王複製效益 應該就不太需要解釋 應該大家知道 因為我可以連續轉版 你知道嗎 我可以連續轉版 所以這個複製的話 我覺得效益是好的 但是不要複製太多 頭尾雙隊長加上 隊員 三張 我覺得已經 已經是OK了 那鐵扇複製效益 我必須講 不高 真的不高 如果你真的 抽到鐵扇 你就鼻子摸一摸了 鐵扇唯一抽到 在以前來講 有複製效益 就是我可以轉整版 然後另外一次再繼續開 但是他現在有個 7D減少2 的 的部分 除非你真的有需要 一直轉整版的那個 木 木 木強化浮石 不然 我認為鐵扇 對效益沒有很好 我認真說 然後你 你一直開啦 然後整版效 另外一次輸出 其實跟他本身做開關 7D的差異3 我覺得 鐵扇效益 複製沒有 沒有說很好 個人觀點 參考一下 鑽石的部分 如果是複製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算不錯 為什麼 如果 看我剛才抽卡的影片 應該知道 對 他那一年 我有三隻鑽石 我有三 第三隻就是抽到複製 鑽石複製兩張是可以的 但是我 我個人建議還是 希望 能夠配一些功能卡 或其他的 因為鑽石背率已經很高了 那如果你要 你要複製鑽石 他不是說不好 兩張我覺得 其實還算不錯 頭尾雙隊長加上你的隊員 總共有六回合 無敵 你知道嗎 六回合無敵 所以複製很多鑽石 好像還是蠻不錯的一個概念 但是 他要三種以上屬性成員 聽得懂嗎 所以我剛我抽到鑽石的時候 我靠北了一身 就是這個原因 他要三種屬性成員 你看我 我頭 我身上三張 我加上 隊員一張 我只剩兩個位置 我只能放兩張 不同屬性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剛 我剛剛有點 不是不是說不好啦 只是說 你就是一個暴力的存在 看關卡來講 很多都是要解盾的 但是 換個方式想 如果你運用他的20秒轉租 或許可以取代很多解盾 所以也不是算太差 所以我現在仔細思考一下 其實 還是OK啦 好不好 就算我四張 盤隊員 就算我四張 還是OK啦 我吸力有點長 瞭解嗎 他如果複製到第五張 基本上就廢了 因為第五張你根本放不下去 理解嗎 所以鑽石是 鑽石就 我個人覺得還是複製兩張就好了 再來的話 埃莉亞 有人說他抽到這張複製好不好 你自己看一下CD6 懂嗎 有人講說 鑽石加龍科 還還還還可以 還可以 還可以多無敵 多無敵 多無敵兩次嘛 對 這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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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提議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再加龍科 所以可以幾乎無敵 我覺得這是一種玩法 但是因為 鑽石的暴力 我認為我要的不是他的無敵 我要的是他的通關 你知道嗎 所以20秒轉速的效益 我覺得會比較大 那埃莉亞的話 你看他CD6 我剛跳過打擊 不好意思 打擊被我閃過 啊 對不起 看到正面我就太羞了 打擊的部分 打擊複製效益好不好 我告訴你們 告訴各位 你要記得一個重點 一個很大的重點 我有沒有在之前金幣分析 曾經說過一句話 我說複製中國神效益 我推薦複製中國神 為什麼複製中國神 複製中國神這麼好 好 注意一個 你看 中國神有個特點 雙擊 雙擊的卡牌 我通常建議大家複製 你看 你可以 兩隻打擊都可以20秒認轉 然後 兩次喔 然後30力打3.3 3.55倍 移動符始要強化符始 他這個倍率是很 很逆天耶 你整版兼具下去對不對 3.55再乘上1.5倍的強化符始 光 光倍率就5.325 全 全隊5.325 我還沒算 你假如是又開一個罪名重生的話 那個倍率 所以打擊複製 你開一劑 啊 你一劑一個爆發 兩個爆發 再開另外一劑一個爆發 兩個爆發 懂嗎 但是這不是我講的最厲害的重點 一卡雙擊那就算了喔 重點是什麼 來 重點來了喔 我讓你看一下 媽媽舒服啊 暗屬攻擊 現在1.55倍 我覺得這個就不用看 來 自身減少CD 再來 岩石轉珠 雙打擊 雙中國神 你就岩石兩秒了 多少卡牌要岩石啊 你直接放雙打擊 重點是你還要小打擊 所以這是難度 但是你先入手 再來考慮 你聽得懂嗎 所以複製 中國神 連續爆發以外 還可以岩石轉珠 而且他有減西力的特性 他那那就是爽 所以你今天抽到複製 中國神的 一個字 爽 有抽到了右波 右邊幫我留言爽 好不好 我想知道有誰有爽到 複製 中國神 真的就爽 兩隻就好 三隻我覺得看狀況 打擊 複製多一點是很強啊 可是其他的不一定 我等一下 接著分析 有抽到複製中國神 幫我按個爽 我想知道有誰複製到 那這個 艾莉亞的部分 7d6 轉水火木 強化服 有哦 是真假的 爽 而且還是打擊 悟空也是爽 最好是 不要沒有複製到 沒有假裝按爽 我就不相信 那麼多人撞中國神 四隻 好像被哭到爽 屁啦 最好那麼多人 複製中國神 艾莉亞吼 水火木 他 他 你看一下下面 你只要隊員當 呃 火 接木 10%星 同時消耗水母 隔身攻 欸 看一下他裡面 他隊伍成員當中 你要放三屬 他就可以互相兼具的特性 哦 等一下再跟講其他的 這個最好每個都媽 有那麼多人哦 你第一個 他轉出 三屬強化以外 再來 可以破 五屬盾 再來 兩倍增傷 所以你就算 你不是用來破五屬盾 你光 轉三屬強化 這一點 讓你很好轉 再來 他 他可以回血嘛 火木 艱辛嘛 回血 再來又有兩倍增傷 所以這張複製 我覺得是OK的 了解嗎 了解嗎 這張 這張 有很多人複製 啊 不要亂打 然後再來 賈比爾 賈比爾複製哦 那你看一下 我認為賈比爾複製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賈比爾的 第二招 效果 回復一張 讓你受累兩倍生命力 一會兒 延時轉出12秒 一樣是7D6 所以這張複製一張是OK的 而且你看哦 無視燃燒 無視黏斧 電擊斧塞 還是這個 他破了一 二 三個盾 然後 還有什麼 二十部 最大三 三倍傷 所以這張複製 不用看啊 你別的增傷卡 也沒有他強啊 複製 賈比爾 怎麼會不好 勒 對啊 我這 動不動 再來 躺三仗 引爆中 佛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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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來編一個三仗隊給各位看 假設有複製三張好了 喔 喔 我 我空一個 當作是複製三張的 的 的隊伍 我們看看 可不可以 我會把它編進去 好 龍馬 妖精通常會放那一張那個 那個什麼 妄召軍 好 先看一下隊伍特性 三種族成員我現在有沒有三種族 神 獸 妖有嗎對不對 假設那個位置最後一個位置再放三張 我認為是可以的 為什麼 因為三張 引爆所有風化他可以解風化解凍結 再來光屬性攻擊 及回復喔 2.2倍 而且隊伍當中所有機子相同所有扶持兼具加分 整版兼具 所以你沒有一個好的爆發角的話 以短CD的CD來講 三張就要放在隊伍當中 去取代那個位置我覺得很好用 常常三張要用的就是功能性的 呃配技的問題 這一波我要爆發 這一波快死掉了我開三張回血 我常常這樣用 我常常這樣用喔 我開來回血 所以我認為放進去是可以的 但是我沒有機會抽到複製三張 有抽到後來再為各位實測 你這個隊伍整排這樣弄下去 你互相搭配下去 我覺得三張的 得得 其實我想說實實 如果真的要講實話 結盾跟那個回復 是我比較在意的 再來他整版進去可以做個大爆發 很好用 你當中只要有一點點種族珠就可以了 有一點點種族珠 所以一點點種族靠這一隻 或者靠這一隻 理解嗎 所以三張複製人的效益 我覺得還是有 你可以玩玩看 照我的說法去玩玩看 我覺得三張複製效益還是有的 他那個 不是 那個技能放在三張隊裡面是最適合的啦 因為 回復力機子相同嘛 所以三張複製一張可以 可是複製兩張你就是廢 OK 再來牛魔王 剛有提到喔 一樣 爽 爽 爲什麼來 你看喔 第一招 用 用那個龍刻武裝 CD4 雙牛魔王 你還CD4 兩隻 一隻開就開不完的 你就一直轉就好了 懂嗎 其實我很想抽雙牛魔王因為我 有鐵扇狀況其實很好用 對啊 你看你你CD4 你轉了之外 你常常有其他附加效果自身攻擊力有4倍 懂嗎 4倍再加上那個強化符石是乘以1.5倍 然後1.5倍再乘上界王拳 4乘一點 4乘 沒有沒有 4倍就界王拳 4乘1.5的話是6倍嘛 6倍 然後你 你本身是6倍 然後你鐵扇又幫他增傷 而且那個啪啪啪是一定是啪的 所以像這張卡牌 就是好用就對了 然後再來 首批兩粒相連 最後你再看 全 消除木會多的話16粒打是3倍 那你兩張一直開機一直爽 而且岩石轉出 岩人那麼長 好用 真的 東海龍王 一樣 東海龍王一樣 也是啊變CD4啊 像第二招也變CD5啦 幹CD5炸板你是找到 有幾張可以這樣一直炸一直炸啦 除了 昨天的地獄那一隻 那一隻 光大光 光模那一隻啊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中國神複製就是爽 但是我自己看 看法啦 兩張啦 你說三張 說真的 我覺得是很好 還是很好用 三張我覺得還是很好用 但是我不確定 是不是一定會有他的效益在 好 那這個要有機會試啊 而且他的素材 中國神的系列素材 都是很辛苦 才有辦法取得 所以我 我覺得你只要衝到中國神 中國神絕對是最爽的 比黑金還爽 因為黑金你可以保底 中國神沒辦法保底 再 大聖 有人覺得幹大聖 行嗎 大哥 注意看一下喔 他第一張 呃 第 第一個技能 三回有敵人防禦減之靈 全隊攻擊1.5倍 一用符始觸碰了手武力 轉回 神族強化符始 對不對 來喔 神族強化符始 增傷幅度1.5倍 再乘傷他的1.5倍 2.25倍 當然 條件比較差的一個狀況是 你沒有轉到光 光出 好這個要評估下去 所以我還是算他1.5倍 沒有關係 我一樣算他1.5倍 但是你注意看 他是CD6對不對 他是CD6對不對 但是如果 我放了解機 永克是變CD5 我跟你講光CD6就好了 你放在別隊 你複製 孫悟空 都不用裝武裝永克 兩隻悟空三回合 對方永遠常駐 減 這個狀態在左上角 常駐 破防 常駐1.5倍 常駐5顆轉為神族強化符始 哪怕是放在三張隊裡面 你就可以常駐產生神族強化符始 他媽的不好用才有鬼咧 好用到個爆炸 我就是想要抽這張 問題我就 抽不到 我還把那隻小大聖拿去吃掉了 我就賭想說這次會有 結果我幹 可是 反正吃了就算了 懂嗎 可以常駐 破防常駐1.5倍 又可以常駐轉為神族符始 神族強化符始 根本就是三張專武啊 理解嗎 幹這張卡牌 我就是很可惜沒抽到 然後再來 你還有另外一招可以把一個符始 炸掉之後 轉成 光強化符始 而且轉成光 強 光種族符始到光強化種族符始 放三張裡面 哇操舒服啊 各位 可惜 我沒抽到 幹 對啊 不是吧想要秀一波沒機會用 旁貝 複製旁貝以前比較好用啊現在來講還好啦我說我必 我必講實在話因為現在來講 他就變成所有木強化 符始的效益而已 然後 他方便是方便在結板 然後 他沒有連續 一個關卡有兩個盾 如果有的話用到如果沒有啊他現在有點廢掉了 直接老實說 現在會有點廢掉 啊這張複製的話 之前算過血量啊三張 夏娃的話血量基本上只不太會死 不過 大家還是比較傾向要倍率啊所以複製夏娃我覺得效應沒有很大 沒有很大 對老實說我沒辦法說謊喔不好意思喔 翡翠 有人覺得可能沒屁用嗎 可是 好啦有一點沒屁用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他的好處是可以連續炸板的就是 你炸板又回血炸板又回血所以只要看關卡用 如果沒有那種例如說又是弱化又是鎖定啊又是幹嘛的那種 如果有幹嘛三隻一直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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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什麼弱化什麼從頭弄到尾他完全都沒在幹 你沒在幹幹 電機扶石炸掉 弱化扶石炸掉 鎖定扶石炸掉 一直炸 因為你有三隻的話啦 頭尾雙嘴角加上他就一直炸 懂我那個概念嗎 就你邊打邊炸 他的效益只有在這裡 那就是用來結板 那但是其實很多卡牌可以取代了我認為啦所以 效益並沒有很大 那你遇到幹這突然有什麼激發就一直炸死他就對了 你解嗎 再來看一下倉碧 倉碧無視黏斧 那之前講過這樣卡牌要入手的原因就是要無視黏斧因為 他黏斧又遇到那個手銷幾湯不頓啊什麼限制幾湯不頓啊像上次我才講 我才剛講完下個禮拜的地獄馬上就出來了 對不對 然後再來解除風化 然後所有扶石轉換槍或扶石 我認為 他的 減CD 還有他這個 黏斧的特性來講是在當成是好用啊 但是 嗯 複製效益有點低 複製效益有點低因為 因為黏斧好像我還沒遇過黏斧黏斧欸 對啊 你說減CD才減1 嗯 好啦效益真的我覺得 真的不好我真的不太會放進去 對啊所以你抽到鼻子摸一摸 真的鼻子摸我覺得很難用到 阿努比斯界有分析過兩張可以無限解版喔 所以這個就是用無限解版的一個概念 喔 那好處是你無限解版他還可以幾乎 就是你那個 神族攻回的部分你可以讓他 幾乎幾乎長度在在在在台面上一直 一直有 神族攻回兩倍的一個效益 所以這張複製的話我覺得是 是最好要複製 我這樣講好了 左邊右邊就要旁邊要放神族喔 你就左邊右邊然後就放讓他兩個互相一直炸就 對一直炸板一直爽 但是這個看關卡放因為很多關卡光光只是 炸板他並不不一定說一定是他主要可能傷害的部分 因為兩張的傷害是不能疊的 他是同一個傷害 所以這要看關卡放 我有用過幾關是用複製的打 有的是用一隻卡就可以打所以要看狀況放 所以他 他就是要看技巧啦我覺得看駕駛很重要 再一次我 我用尼卡喔來 效28生命力 然後按轉為受阻強化 自身6倍啊受傷害 說真的這次幹他這張我真的不會複製他 這張你如果複製到 除非他有連續拼毒盾吧不然 效益太低了 自身6倍而已啊 等於是全隊的 傷害就集中在他身上就走 就等於是你全隊原本的傷害還是傷害 可是他是受毒強攻擊力並不會說特別強悍 所以這張複製的效益會會大大降 大大降低啦你真的要遇到連續拼毒 那7D5而已啊你他媽真的還用不到欸我認真講 我沒辦法把他講的 太厲害 呵呵 但好處是什麼暗轉為受阻強化符石啊 2.5倍增傷7D5來講 算不錯啊 所以你在暗獸裡面 能夠 有大量按出產生的卡牌他或許還有一點點空間可以用啊 我的想法是這樣啊 那如果他當隊長去複製他你看下面什麼一個附加效果他會撞到撞技能啊 所以我用尼卡複製 謝謝各位 巴阿姆特喔 來 解鎖 2.5倍傷 解鎖2.5倍傷 然後燃燒敵技轉為生命力 消除龍族符石石 龍類成員無視固定連擊盾 他可以解 燃燒 解固定連擊 再來他有個增傷 還可以解鎖 所以如果雙卡的話基本上很多很多那種 這幾個技能的都可以錄過去 就算不是我覺得2.5倍的龍族攻擊力增傷也是可以拿來用 但是他唯一可能你例如說我放在青龜裡面 我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我需要因為青龜已經不太需要 再多的增傷了 聽得懂我意思嗎 就像我剛前面 複製青龜的概念一樣嘛 你這樣每回都爆 但是他的 我需要可能是要解其他雞巴盾 而不是要倍率 所以他的唯一缺點會跟 青龜一樣的概念啦 但是青龜 主要是他的CD短 而且可以一直開機一直爽 一直開機一直爽 所以 比起來的話 巴姆斯還是 我覺得還是缺 差青龜一點啦 因為青龜CD60能夠一直開機嗎 我就 未必喔 對啊 所以這張卡牌 你要一個關卡那麼多重複的 的機率我就不高 固定連擊的話有可能啦 連續出兩個固定連擊 有機會啦 大概是這樣吧 了解嗎 OK啦 好所以 以這幾張複製卡牌 有些真的是不錯 有些我覺得是 尚可而已 所以看 看狀況 好那自己 要記得 一句很關鍵的話 就算我剛那樣分析 還是一樣 老話一句 善用手中卡牌 發揮 最大的效益 我 平民百姓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角 訂閱旁邊的鈴鐺 按下去隨時可以收到百姓 第一手的精闢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不